爸爸 这件婚纱 也许其他心点还用得上 倩倩 你真的要回婚了 我自由了 明天我就可以去雅龙湾吹海风了 你不能这样子 好不容易走到了这一步 三年的感情 不能这样浪费了 清醒一点 我很清醒 我喝了三杯咖啡 沙坡这样的好男人 如果放手 你就 就会有其他人抢掉他 这个人 是你吗 芳芳 我知道你对沙坡的感情 你一直陪着他 这么多年 我跟你介绍其他男人 你又一个都看不上 因为他们都比不上沙坡 对不对 张倩 你在说什么呀 芳芳是你最好的朋友 也是你最好的姐妹 那你又怎么会在这儿呢 你来这儿不就是为了 向芳芳倾诉你的痛苦吗 对 打扰你们了 你们聊 你别追他 他现在已经不是我们认识的张倩了 童沙坡 我告诉你 我之所以会跟你分手 除了因为你妈妈的原因 再也就是 你一天到晚拿我跟芳芳做比较 我最讨厌的就是听到这个句话 现在我们分手了 芳芳 从今以后 沙坡就是你一个人的了 你这次做到天上去吧 你这次做到天上去了 还有一些事 是他还不知道的吧 可以说了 不愧是你 倩倩说得对 有件事情 我一直没有告诉你 开心 开心 不是我的侄子 他是我的儿子 我是个未婚妈妈 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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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别打了 休息会儿吧 哥 别打了 哥 别打了 别搞 别打了 别打了 休息会儿 别打了 休息会儿 怎么了 有心事啊 别打了 哥 你婚礼筹备得怎么样了 又不用我帮忙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怎么回事啊 没事吧 我倒是想让他再用点力 再用点力 再用点力我该叫120了 我真想让他把我砸失忆了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记得 我什么都不想知道 这回来 您的né付客人 快去看 我开始的 这一详备 非常感情 我们的怒火 二次 你们的怒火 才能看见 所以pción激情 有爸 但是他们想要 我跟沙波 想单独谈一下 方芒 你别走 你要是走了 我跟张倩就谈不成了 我说你怎么不想见我呢 原来你俩早就已经是这种关系了 看来我的选择没错了 生日 情人节 新年 纪念日 所有的礼物清单 沙波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手清单啊 我还真差点忘了 这些东西我原来就打算还给你的 方芒 你也看到了 沙波这个人这么小气 你要小心将来你们好了以后 他的心里只有他妈妈 一个对母亲不好的男人 值得托付终身吗 还真是天生一对啊 这些东西我都会还给你 不会欠你的 好 三年的感情你既然不珍惜 那我就给你算算清楚 方芒 我知道你在心里一直在笑话我 但我告诉你 凭我对他家人的了解 你跟他成不了 张倩 我们不要再互相伤害了 我跟方芒只是普通朋友 是你总是在逃避 拿妈妈拿方芒当借口 我不想恨你 为我们的过去留点美好回忆吧 这礼物清单 我是为了弃你故意写的 这双鞋也是你买的 还给你 其他的礼物我都会还给你 我们不再什么 我是一个小气男男人吧 其实 我就是想让他跟我一样痛苦 沙波 。 妈妈 那沙波这孩子 怎么就随了我了 感情上这么不顺 你看看 总算要结婚了 女孩又跑了 看她那么伤心 我真是心疼 爱情是要讲缘分的 你看 治疗失恋最好的方法 你还要给我介绍女朋友 结婚恋爱 我发现了 太物质 太现实了 我已经伤不起了 哥 我今天陪你喝到天亮了 不用了 借酒消愁 愁更愁 分手以后 怀念爱情的期限 是两个人在一起时间的一半 我不知道我要多久 那欢迎你加入单身俱乐部 今天我送女儿去音乐学院 老师说她很有才华 等女儿真的进了音乐学院 毕业以后 去世界各地演出 到那个时候 我就做她的经纪人 看你美的呀 她睡了吗 练了一天请 肯定累了 我去看看她 我去看她 哎 罗平 罗平啊 娜娜 女星会不会恋爱了 有什么好紧张了 我们那时候 还专门给人家女孩子 写纸条呢 哎呀 我不是说我 现在的女孩子啊 都是三分钟的热度 我们的女儿喜欢一个明星 什么时候超过半个月的 哎呀 我有的时候啊 真羡慕大姐跟沙波 你看 她们既像母子 又像朋友 雨昕现在 根本都不跟我交流 我也不知道她心里到底想了什么 那要不要 我跟她直接说说呢 哎 别别别别 青春期的女孩子特别敏感 你越规劝 她越回避 越回避 造成的心理阴影就越大 这个你放心啊 我的女儿我了解 不会的 别走啦 今天啊 你是找不到证据的啊 你女儿早上对着手机上和和的笑着 哼 我想她肯定是恋爱的 我告诉你啊 出二的时候你偷看她的日记 她一个星期都没跟你讲话了 你之前写了保姓书那 快 我跟你说啊 你女儿太小太单纯 她根本不懂得什么叫爱情 我们作为家长呢 不该正确引导吗 行了 你别站着 你赶快想办法找啊 今天你就是在这里挖一个洞 也找不到 你是不是知道 她把日记藏在哪儿 你要是不说的话 睡沙发 你怎么老是对着我呢 天哪 你看来看 快来看写的什么呀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 而是我站在你面前 你根本就不知道我爱你 九零号的太疯狂了 居然能写出这样的句子 快 就是那个男孩 她的手机上就是那个男孩的头 她我认识 是女儿班上的一个学习委员 叫张磊 那天开家长会 我跟她妈妈坐在一起 你别说了 咱们女儿还真有眼光 她在班这里的成绩是全班第一名的 她全班第一名 你有什么可高兴的 又不是你女儿第一名 哎呀 你要跟她交交朋友也不是什么坏事情呀 能够互相鼓励 互相提高成绩呢 我跟你说啊 你可别想路飞飞 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 我们中学时代那个女班长 哎呀 她当时在学校 那可是鹤里鸡群 以她优异的成绩 考取名牌大学没问题 得知体全面发展 长得跟水仙花似的 可是呢 后来她恋爱了 也许是爱情的杀伤力太大了 她只考取了中专 目前在超市卖饭团 人生的道路上 转折点是不能转错的 你转错 后悔一辈子吧 你女儿成长的每一个节点 绝对不能踏空踏空 我这么说你认同吗 认同认同 你说你那个水仙花 她在哪家超市 你还是想想你女儿的事吧 哦 小姨 没那么严重吧 你试试来说话 你看 呦 今天我和她一起值日 她闪光的笑容温暖了我的心 我知道她的眼里只有我 这 你还小人 事情这么严重 我必须出面阻止 不能让她这样继续下去了 这样下去 长劫是会掉下来的 这青春期 你挡不住的 小姨 你跟她谈多合适啊 你是心理博士 我只懂程序 我宅男一个呀 太不够意思了 关键的时候不拿我的吧 小姨 你别生气 小姨 你别生气 红沙博 怪不得你妈说的 我们家的第三代 不可能团结到一起 以你为首 谢谢 明天见 拜拜 你不是不来吗 谁让你说我疑难 看看啊 那个 那边 那边 大姐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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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 红包 有 加油 大姐加油 加油 大姐加油 大姐加油 这人那个男生 投仑的那个 拿的 有 哪 投仑的那个男生 加油 好 好 投锥 好 好 壮 喂 小姨 你去谈多合适啊 pigs 大伯 我恳求你行吗 你看雨昕现在这样越陷越深 对她将来没有好处 去吧 你谁啊 雨昕是我妹 去 吃 我不想吃 谁惹她生气了 慢着 有什么秘密啊 你是不是都往电脑了 有什么我不能看的呀 雨昕 你还小 你不明白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什么 你还看我日记 你知不知道 你这是在侵犯我的个人空间 我可以去告你的 你还要告我 我是你妈 你还要告我 我把你生下来 我是你的接护人哪 雨昕 别吵了 吵鬆了 你是不是去找张磊了 你跟她说什么了 我并没有反对你们交往啊 我只是希望你明白 高中毕业以后你是要上大学的 读完大学你是要到美国的音乐学院深造的 我不希望有与这个男孩子葬送了你的前程 我就知道是你 我就知道是你 我恨死你了 要不是因为你的话 他怎么会找我分手 你童谣 我恨死你了 我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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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我看见了吧 姐 你给我这个红玫瑰啊 放的多一点 再加上一点 加紫颜色的这个 旺我满天心 都配个 六个花来 大姐 大姐 借兰 我一晚上没事 我都郁闷死了 大姐 你告诉我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是什么 穷人到富人 你明明关心爱护他们 可他们 什么也感觉不到 对不对啊 姐啊 姐 我周末的婚宴啊 六桌你别忘了 我周五就要 好不好 知道了 我说你怎么不考虑 大姐的心情啊 我已经遇过天晴了 我已经遇过天晴了 开心的事 忘得快 他在给我拉生意 吃了炸药了 那么抢人 建兰 雨昕是不是 有喜欢的男孩子了 沙波告诉我了 你别太急啊 哎呀 沙波自己的伤 还没有结巴呢 干嘛去烦他呀 我想让沙波啊 有点事干 这样可以分散 他的注意力 还心理医生呢 连自己的女儿 都管不好 算了 亭业 挂牌亭业吧 你少落井下石啊 等我们家雨昕 以后成了钢琴家 出了唱片 不送给你 雨昕还要当钢琴家 还考上音乐学院 谢天谢地了 钢琴家有什么了不起啊 现在饭店里的大堂 弹钢琴的人多得是 还以为自己女儿是哪 真是教育教育她 让她把眼睛 不要长在自己的额头上 认清现实 不要把自己的孩子 气望值弄得那么高 你忘了以前妈 还怎么对待明明呢 还以为她当科学家 光宗药祖呢 就你这个素质 我都懒得跟你说话 你素质高 好不好 你胖子啊 你胖子啊 去 走 不许回来 不许看 这你怎么这么起来 哎呀 我们叫雨昕 怎么办呢 半天 少伯 充个时间 找雨昕谈谈吧 一个九零后 一个七零后 那是无限代购 雨昕小时候 雨昕小时候 最喜欢哥哥了 老说 最听哥哥的话 妈 小姨是心理学博士啊 她肯定比我有办法 如果她对雨昕都没辙 那就没有人能够说服雨昕了 不知为什么 心理医生遇到自己孩子 一点用都没有 对了 妈 这事儿你可别插手啊 这青春期 她一转眼就过去 人家母女两个吵得再凶 她也是一家人呢 你要是出面 教育雨昕的话 那雨昕肯定埋怨你 将来两头不落好 操这心干什么呀 知道了 对呀 雨昕参加完学校的补习班 就没有回家 好 谢谢你 我知道了啊 算了 还是我去找吧 别别别 是不是和她那个 学校的男同学张磊在一块 我刚才打电话 那个男孩没接电话 那就去找她的班主任 她肯定知道张磊的地址 行 我再打一个吧 懂了 喂 张磊吗 我是罗雨昕的妈妈 我们雨昕没有回家 是不是跟你在一起啊 哦 行 那就谢谢了啊 再见 她们在一起 没有 你 她们在一起 我 她们在一起 我 在一起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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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困到时 就让我回到幼稚 雨昕 终于找到你了 你找我干嘛 我再也不理你了 你跟我妈是一条战线里 你是我敌人 哥哥我也没有办法呀 你妈妈那样做 确实是没有顾及你的感受 你懂的什么叫爱情 我当然懂了 你才不懂呢 所以你才会被人甩 哥哥 我不是故意的 你别生气 算了 反正我 我也真的不懂爱情 所以我希望你在你这个年龄段呢 能够过得开心 不要把一些太复杂的事情扯进来 等你到了我这个年龄段 每天都是烦心的事情 知道吗 哥哥 我真的很喜欢他 傻妹妹 等你长大了以后 当你遇到生命中的另一半的时候 以前的一切都是浮云 那你遇到了吗 没有啊 没有啊 那我一直在等待着你 谈个快乐点儿 嗯 你行到我这儿来 拿你亲手写的保证书了 来来来 进来进来进来 他不是小孩子了 以后啊 要尊重他 妈妈不遵守约定的话 也要罚的 那好吧 我道歉 下次 保证不会了 哎呀大姐来来里边坐 来进来进来 妈妈我想提一个合理的要求 怎么 还想跟我讨价还价啊 你要是不答应我的话 我就不练琴了 你敢 我为了让你练琴 我废 礼拜天我想跟张伟去嘉莲华 那怎么行啊 怎么不行啊 好多同学一块去游乐场呢 游乐场 游乐场大概跟我想没关系嘛 好 那我情愿你一个月不跟我说话 大姨 你看我妈 她永远都不遵守约定的 大姨给你发同情账 她永远就让她去吧 不过 你一定要保证啊 早点回来 注意安全 嗯 我最喜欢大姨了 你小心点 你都说不过孩子 你说 到头来家长 还要跟他们道歉 就多给她点信任吧 黄家你 就不该去 哎 哎 怎么样 大宝 他们上海盗团了 我也不知道我们的小姨干嘛非要跟踪她 她不让我暴露 她不让我暴露 要把我叫来做盈护 辛苦你了 没关系 反正开心也好久没有来玩了 再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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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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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啊 再摔倒 开心一点 来 给你 哎 好 好 给你 好 好 好 开心的爸爸做什么呢 我们早就没有关系了 我啊 就是个快乐的单亲妈妈 真是够难为你 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还有经营婚纱店 一点都不觉得苦 她是我的动物 没有她 我也不能成为婚纱设计师 开心就是我的小天使 你看这是什么 青猫 拜拜 拜拜 雨昕 装 你再装 是我妈派你来 跟踪我的吧 没有啊 你看我不是约会呢吗 嗯嗯 少骗人了 都没劲 你要是下次再跟踪我的话 我就把你列入 QQ序名单 我真没跟踪你 那 现在怎么办 我们走个玩 好 走开心 我们去坐海盘船 走喽 把小家伙累坏了 谢谢你啊 今天让你们陪了我一点 开心 早就吵着要去游乐园 可惜 我一直都没有时间 今天本来是我跟倩倩领证的日子 没想到这么几天 什么都变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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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 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 才能穿上她 参加纱布的婚礼 我就是希望大姐 早日能穿上她 真担心纱布 这次啊 对她伤害太深了 会不会 再也不想交女朋友了 好嘛不是会偷走 没睡着啊 明明后会都有点成见 真的 我跟你们说啊 那个 你们送给沙波的五万块礼金 我想还给你们 别 我跟大哥已经商量过了 沙波早晚是要结婚的 这个礼金提前就给你了 大姐你千万不要退来退去 很麻烦 大哥的决定嘛 听大哥的 那谢谢你们了 记得吗 以前妈在的时候啊 我们也经常这样三个人坐在床上 聊到天亮 那时候日子过得那么简单 但是真的觉得很开心很幸福 是啊 从我有了雨晴以后 她上幼儿园之前 那段生活真的很惬意 很幸福 可是现在一眨眼 她已经十六岁了 天天天在网上聊天 就是不愿跟我多说一句话 我要是说说她 她要告我 侵犯她的隐私权 你说 看来你最轻松了 我轻松啊 原正那个饭店的合伙人 想把一半经营全卖掉 我们俩啊 正商量着 想把它买下来 这样 这饭店就属于我们自己的了 那是不是压力太大了呀 还有风险也很大 安稳一点好吧 你们是不是觉得 我们家原正当不了老板呀 剑梅 你想不想听我说真心话呀 说呗 我觉得你们家原正啊 还真不是做生意的人 没有这个头脑 好 就算你把这个饭店盘下来 要投资多少啊 装修什么的 太不划算了 姐 我就知道我说出来 第一个反对就是她 姐 我在帮你做理性的分析 这好赖不失这个人 你把这件衣服还给我 我穿的身上 跟爆发户似的 弄弄弄 去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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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好有点 行了行了你们俩 真是 永远在朝从小到大 朝到现在 我终于看见大姐的笑容了 这下我就安心了 姐啊 说真的 你现在给高士达 到底发展成什么样了 我跟她还发展什么样 就是希望纱布 好好成个家 让我抱上孙子 心里的一块石头就放下了 真的 倩倩叫快递送过来的 这都是三年的感情啊 这是去年我们在太湖祠堂又玩的时候买的 当时一个僧侣跟我们说 如果你们有缘 明年这个时候再来把她骑上 痛心死我了 人生就是一趟开往前方的火车 你以为连坐的旅客会跟你一起开往终点站 结果 他就中途提前下车 这辆火车还得继续开下去 等待下围旅客 试下幸福终点 也许是命运在捉弄我吧 我有个朋友 他爱上一个男人 男人却和别人结了婚 他又发现自己怀孕了 够惨了吧 生活中有太多的不完美 是啊 跟你那个朋友一比 我好像好了很多啊 不管怎么说 还是要感谢倩倩 还让我认识你这么一个好朋友 大姨 大姨 谢谢你 只有你站在我这边 你妈也是为你好 我知道 我就是我妈妈生活的中心 妈妈就像一个童心园一样 把我保护得严严实实 可是大姨 你知道吗 我想让妈妈做原心 我想来保护她 总会有这一天的 大姨啊 我想种花 你看 我觉得月间草蛮好看的 然后薰草也不错 你说将来哪种开花会更好看呢 所有事情都是一样的 都会有一个很长的过程 最后知道结果 你说呢 你不是还有事吗 啊 对 那个大姨那我先走了 好 拜拜 坐上小心啊 走了啊大姨 拜拜 大姨啊 不知道你的这个暗示 你现在能不能够理解 她这么聪明一点就通 不用担心的 那我真要好好谢谢你了 我介绍啊 雨夕 妈妈也有过十六岁 跟你一样的 妈妈 那你十六岁的时候 也有喜欢的人吗 有啊 有 朦胧美好的感觉 真的 那你跟我说说 保密 妈妈 你放心吧 我跟张磊都说好了 我们俩为了不影响学习 就先做好朋友 因为我们都是没有长大的种子嘛 而且 我还知道 今天大姨跟我说的那些话 是某些人让她跟我说的吧 嗯 妈妈 我是想跟你说呢 就是 你以后 可不可以不要往我身上贴上那些标签 把我当成一个大人一样来信任 妈妈 只要你能做到 我保证 我保证不会让你失望 真的 真的 拉钩 在这 不必 不必 请反悔 不许反悔 不许反悔 非得太贵的了 爹 老爸 嗯 现在庆祝 是不是未免太早了点了 这是你第一天上班 当然要庆祝了 快点 明明啊 姐 明明啊 我来吧 姐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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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 你尽管点 今天啊 二五一课 给你打五折 听见没有 点点好吃的 见识 阿财 你们来了 明明 这个也挺好吃 慢慢点啊 姐妹 来一下 你忙吧 忙一下 来 姐妹 见识咱们不点酒水海鲜 你怎么还给她们打五折 贵宾卡才八点八折 不就吃顿饭嘛 小肚鸡肠的 小家子气吧 你家 你家大姐也真傻 把沙波的婚宴 定在这个饭店里 居然就不用损失定金了 见男的就把我们挣到钱 现在好啊 钱没挣到 还贴钱进去 你们同学这哪是帮忙拉生意 对 罗平是介绍领导来吃饭 她介绍来那些领导 都是打白条的 三个月一结账 在付钱的时候 都是说吐喇喇喇的 大姐还口口声声说 团结团结 这这哪是团结 你怎么了 佟家人怎么得罪你了 今天这顿饭我请客 你满意了三百块钱 阿翠啊 来 来 这个桌子 你帮着订菜去 打五折别忘了 好的 哎呦 你怎么才来啊 都坏了吧 灯复炉的 热着呢 这才像个当哥的样 怎么了 有好吃的也没见你高兴啊 是我哥吗 是啊 能帮我个忙吗 能啊 提我去跟谢伟谈谈 好 他又来找我了 你叫我来就是为这事 嗯 不行 哎 你不自己说的你是我哥吗 我还以为你肯定能帮我呢 哎呀 我虽然是你哥 但这个呢 是你自己的感情问题 得你自己解决 你要是解决不好 这一家人都跟着你 担心受累的 哎 咋胃口都没有了 说话一点都不温柔 怪不得胃红气跑了呢 你怎么说话呢 跟什么人在一起 那是自己的决定 怨不得别人 像你这么优柔寡断的人 怪不得被已婚老男人 给忽悠了呢 你没完了是吗 干嘛往人上口上撒盐呢 行 铜沙波 以后我不会再有任何事麻烦你 你就当我这个妹妹是透明的 啊 好 那我们就这么约定了 约定就约定 看在你是我妹妹的份上呢 我给你去忠告 你要找的那个男人 他不单单是愿意给你掏钱包 更重要的是 他要给你掏心窝子 记住了吗 真热吃 别凉了啊 真香 跟大学旁边那家的一模一样 嗯 就是那对老夫老妻开的 啊 还是大学时代美好啊 每天无忧无虑地活着 没有乌云会遮住阳光 每天活到都那么有朝气 好了 我已经把你 头上的污染人都赶跑了 来吧 羡羊同学 祝贺你挑槽成功 谢谢 其实也没什么变化 就是送的东西不一样 对了 这是我们老板给我们的试用品 不含酒精的婴儿柔石筋 这包送给你 送给我呀 好吧 就当这是你工作了 谢谢你请客啊 下次我作动 其实 从我遇见你以后 我的好运气就来了 你 是 我的幸运性 我要是那么幸运就好了 我暗示了一个已婚男人 他骗了我 我还是无法自拔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 向阳 我不是你记忆中 那个大学的临桌 那个那么单纯的女孩了 上学的时候 你总是充满活力的 眼睛你总是一闪一闪的 现在也是 其实吧 你也没有必要为了一个男人 而改变自己 我不知道 我能不能下决心跟他分手 我是不是特没用啊 如果 真的要分手的话 你说话的时候千万不能留余地 你要实在不知道想说什么 你就选择沉默 把华丽的背影 留给对方 好 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没那么紧张了 华丽的背影 嗯 我在这儿等你吧 嗯 估计还得一会儿呢 没事你先回去吧 我应该没问题 谢谢你送我过来啊 没事 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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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我走了 我走了 他走了 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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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前从来不喝酒 人总是会变的吗 伤心的时候多了 戒酒消愁慢慢就会了 我现在的同学朋友 都不相信什么真情了 但是我还坚信 无论疾病还是痛苦 总会有真爱 你不相信我 不相信我是真的爱你吗 在我上中学的时候 我爸爸有过一夜情 那时候这事把我们家 搅得鸡犬不宁的 有一天晚上我爸爸跟我谈 他说他最爱的就是我妈 不想失去我 不想失去妈妈还有这个家 你看现在 我爸妈多恩爱啊 但这女的呢 像肥皂泡沫一样 早冲进下水道 我不想有人因为我而不快乐 不幸福 你回去好好跟你老婆生活吧 如果可以的话 你帮我跟他说声抱歉 你就是宽敬你 我如果是你 你不认为自己 опас不爱 你不认为自己 你不认为自己 而把自己的最爱 达到自己的最爱 都不一样 但是 为什么 咱们俩在一起的时候 你总问我 为什么那么愿意唱 这首老歌 因为我觉得 这个歌词写的 就是我想要的 我想要一个 安定温暖的家 但是这个家 你给不了我 圆圆 我 如果你真的爱我 你就放手吧 哇 哎 杨阳 没事吧 没事啊 眼泪都已经被风吹干了 一切都过去了 该结束的也都结束了 对 一切都结束了 你还记得吗 乌云已经被我赶跑了 谢谢你啊 没事 那我先走了 路上慢点 好 拜拜 大姐 最近明明挺努力的 每天白天跟着她那师傅负责修工条 一到晚上还到夜大补课去 她为这个夜大考试人都拼命了 不容易 这小兔子 终于看她 懂点事了 我就说嘛 你和阿财的辛苦啊 不会白费的 你干嘛呢 接电话呢 接什么电话 你说奇怪吧 有一电话老子打我的 也不知道干嘛 你倒说话啊 每次打过来也不说话 哎 昨天晚上倒是通了 我以为能跟我说两句呢 我围了半天 没睡 肯定是诈骗电话 千万别接啊 不不 姐 诈骗电话他不敢用固定的 我查过了这是个固定电话 而且是深圳的 深圳啊 啊 那 难道是 你说胡金帝是吧 也大怨不是 哎 你别说啊 明明的外婆倒是跟我讲了 说胡金帝现在已经离开香港了 没准就住在这个深圳吧 他那么多年都不跟你联系 现在突然打电话 肯定搞错了 也 但愿搞错了 我就怕他来添乱了 哎 哎 姐 不管怎么样 在没搞清楚之前 这事最好得不保密 不能让这个 这个 明明啊 和阿彩知道 我知道 没那么傻瓜 老板 嗯 以后你不用到业下来接我了 这不是开业班嘛 啊 反正没什么生意 顺路 哎 对了 业下的成绩出来了 英语成绩没过 我看啊 靠业大师没什么希望了 你不要这么没信心 不觉得英语不好吗 啥不英语好啊 有什么难题找他 我给你买点水果 一会儿带走 你不浪费 我给你买点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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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买点水果 你不见了 我买点水果 你不这样 我买点水果 你不认可 我让你买点水果 你买点水果 把你买点水果 你买点水果 我买点水果 我买点水果 你买点水果 喂 明白明白 干嘛呢 这孩子 这电话特奇怪 我委了半天他也不说话 该不是跟你的吧 你可不得让采忆伤心啊 胡说什么 这肯定人家打错了 哎 哎 哎 这是最新款网上可不是这价 是 这早晚就觉得 这没有啥啊 就这儿就这儿 来 再重一点 喝 你这也太重了 好了好了好了 你啊 到医院去做个理疗 老贴高药也不是办法 我们这些当司机的 你说 谁还没个药啊 刀疼啊胃疼的毛病啊 我也习惯了 不过啊 有你天天帮我按着 我就不疼了 何有这么大的作用啊 你 你见话 那我 我去接电话 喂 喂 建设 是我 前几天 真的是你给我打电话 对不起 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开口 上次接电话的人 是明明吗 秦迪 我请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 好不好 我在深圳定居 妈告诉我 明明一直找不到工作 我想让明明来深圳 这边的机会更多 我已经连续上了一家电器公司 基本上没问题 建设 你还恨我吗 我告诉你 明明现在学习工作 都已经上了轨道了 你不要再操心了 他不会去深圳找你的 建设 你能不能再替我 问问儿子的意见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他不会去深圳找你的 你要没什么事 我就挂电话了啊 建设 你 还好吗 爸 太医 明明回来了 给你的 买了什么呀 是围巾啊 是围巾啊 你看 很漂亮吗 挺好挺好 很好看吗 给你的 我的 嗯 这天真 看看 什么东西 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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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这么多钱干什么呢 买这三方鸡 大家吃吃不就完了吗 你看你爸爸这个人 一高兴了 反而说宝话 这心里啊 不是他不高兴呢 爸 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啊 你每次过生日 我就会在你手上画这手表 爸 等我挣钱了 以后我给你买 劳力士 嗯 用不着 就让你好好工作 啊 就是给爸 最好的礼物 嗯 哎 好强 建设 我真没想到 来电话的真是胡经帝 明明现在一切都挺稳定的 所以 我不太希望他知道 这件事情啊 早晚让他知道的 他现在已经成年人了 有自己的判断力 姐 你说他要真去找他妈妈怎么办 建设 有照一日他真想找他妈妈 你拦得住吗 有什么不错 然后就会带给大家 有什么事 没想到 感谢观看